我们公司现在主力的一个另类投资基金 主力投资在一些房地产顺态的产品 这个另类投资基金去年提供到13%的全年回报给客人 直到今年5月年初至今的回报是2.6%左右 对比起投资于股票市场 你会见到我们目标提供6-8%的稳定回报给客人 不算是很多 但我们其实争取的不单单是最大回报 而是最大的risk adjusted return 就是风险调整后回报 对比起今年你都见到股票市场有中美贸易战持续的开打 有疫症的影响 其实波幅是很大风高浪急 但相反这个房地产顺态的基金 我们今年都提供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回报给客人 而我们亦都争取每年可以提供到稳定6-8%的回报给客人 我相信都是客人认为可以接受到的 再加上刚刚都说过我们认为 另类投资来说 房地产顺态的市场深度是足够大的 我们现在的规模大概是3.5-6%左右 但你可以联想到这个市场深度 就算基金规模做到36亿 360亿其实仍然都有可能 因为香港的房地产顺态市场 市场深度是有超过1万亿那么大 其实我们公司都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客户 对于可能是开离岸的私人银行户口有一些需求 主要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到香港的政治局势 都是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其实我们公司也都有另外一个业务 就叫做External Asset Management 就简称EAM 坊间也都有另外一个别名 就叫Independent Asset Manager 这个概念上其实跟保险的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有点似 就是说宏理和康和之间的分别 其实你可以在宏理买到A的产品 同样你也可以在一间IFA里面 买到宏理的A的保险产品 但是分别就在于我们作为一个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 或者Independent Asset Manager 是可以提供给一个更持平 更加独立的专业判断给客人 在于我们EAM的业务来说 就是提供一些更专业持平的 独立意见给客人 去用哪一个的私人银行业务 开哪一间私人银行的户口 对于他来说是最吻合的 因为每一个客人他对于私人银行的 体验或者服务的需求都不一样 他可能有一些单单是想最快的方法 去开到一个离岸的私人银行户口 但是有一些客人他想透过私人银行的户口 去做一些杠杆去买一些债券产品 所以每一个客人我们都会因应他的需求 去提供不同的私人银行的服务给他 其实因为香港有一些政治的不明朗 其实很多的高端客户他们都有一些查询 就是说去开立一些离岸账户 所以我们在一个EAM的业务 其实都可以满足到他 或者这么说 其实很多客户都对于新加坡的离岸户口 特别是有需求的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新加坡资本的私人银行账户 去帮他满足到 因为在我们来说 私人银行的booking center 无论那个资金是在香港或者是新加坡 其实对于我们作为RM来说都是无分别的 但是在这个层面可以满足到客户 对于一个离岸的 就是所谓不要将所有的蛋放在同一个栏 所以香港的很多客户都有一部分的资金 他们希望是放在一些离岸的账户里面 这个我们的公司都可以满足到这方面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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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